我再請教一下這個劉醫師 因為高法醫有說 他嘴唇內有破洞有瘀青 那是怎麼留下來的 嘴唇一般來講 從外面去做一個壓迫 死掉的人大概不會瘀青 應該是在他活著之前 發生的一個壓迫 對 造成的瘀青 那當然我們有很多急救的動作 有可能會有這樣的動作 去口鼻給他壓迫 給他給氧氣 當然 可是那個是有一個氧氣 一個那個空氣墊 所以基本上要那個壓迫 不會造成 不太容易 除非本身是有一種 容易流血體質的 這樣的人 還有他的 換句話說 你的意思就是說 對 他有可能是被汙住嘴 汙住嘴 然後很大腦 然後才受傷 基本上要外力 從這個口腔附近 有一個壓的動作 他才會在裡面有一些腎血 他是嘴唇裡面 如果是什麼氧氣罩 那不會嘛 對不對 那個基本上受過訓練的人 不會讓病患受傷吧 應該是會 OK 那所以你研判是什麼呢 可能在生前 有些什麼樣的狀況 讓他受傷 當然為什麼會有這個 可能要 那他摔下去 不會剛好撞到 咬到嗎 摔 摔下去撞到 咬到 那基本上那個 因為我看到那個照片 他有點是 非常大 那個動能不是這樣 可能整個牙齒就要掉 牙齒會掉 對 那個不是只有瘀傷而已 對對對 那 再來我再補充一點 是 我剛剛講的 那是一個 我看到論壇的推論 對 因為高法醫這樣的講 所以大家都會在網路上當鍵盤柯南嘛 而不是要去講說高中生一定有這樣的行為 這個要釐清 那當然因為院方是說 那是因為急救打的 那但是就像剛剛那個高大哥講的 如果他在救護車上面 就已經歐卡了 那你說去醫院還需要再打嗎 這這個都是讓他覺得很疑問的 是 是 那再請教劉醫師 因為本來說這個肋骨只斷一根 所以高法醫才說 那是低樓層 怎麼會是高樓層 高樓層摔下來就不是這樣 那現在檢察官有說 其實他是斷了七根 七根 只是你外面可能看不到 那你怎麼看這個事 斷幾根對我來講 不是那麼重要 而是裡面的脹氣 肺炮有沒有破 第一個 如果破了叫做張力性氣胸 第二個內臟有沒有流大量出血 所以那個血的量肺炮有沒有破 這兩個如果能夠講得出來 我們可以接受 換句話說你說高樓層下來的話 這個會內臟碎掉 一定會 一定會 他會流很多血 會流很多血 然後就在積在裡面 對 有時候有時候破掉 就流出來 尤其在左邊這邊 如果說是皮障 那個流血非常多的 那一流好幾千CC 幾乎人的血就乾掉了 動作在擠在內臟裡面 在腹腔內你看不到 這件聲明有講 有刺穿器官